在 2023 年 Volkswagen Malaysia 给了所有的 Volkswagen 粉丝一个很大的惊喜 就是他们把 Deep Paddy 的 Golf R 进行了 CKD 而且除了德国以外 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 CKD Golf R 的国家 重点是这次 CKD 除了价格有着大幅降低之外 配备还升级了 所以它对于所有的性能粉丝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Deep Paddy 的 Golf R CKD 这次 Golf R 的外观设计基本上跟之前 CBU 是一样的 如果熟悉 Force Vagan 的朋友我就不需要讲太多了 不过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连贯式的 Daylight 设计 晚上看的时候分得非常的凶 而且下面这个黑色的钢琴烤漆真的让整台车的煞气突然出来 不过啦 如果你真的是拿来跑的话 小狮子弹起来的话很容易刮上这个钢琴烤 所以买车的朋友建议 PPF 烧不了 然后接下来告诉大家它升级的点在哪里 首先这一台车它拥有完整的 IQ Driv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也就是说这个主动是定速巡航车道维持系统自动紧急刹车 任何你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我没有记错的话啦 CPU 的版本好像是没有这些配备的 但是这一次 CKD 的直接跟你补齐了 所以就算它是一台新人车 它还是拥有非常完整的安全配备 这台车采用的是 EA888 2.0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不过因为这台车是 Pre-Pollution Car 所以我们不能够打开这个bonnet给大家看 不过可以告诉你它的引擎数据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316 HP 320 PS 风转扭力 400 Nm 并且配备了 Full Motion 的四轮传动系统 然后匹配的变速箱是 7 速的 DQ 381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0-100 加速不到 5 秒 所以这台车的性能还是非常能打的 而且我开过这台车 这台车对于每一个驾驶者来讲都非常的优好 因为它很容易上手 这一台车让我有点想到 AMG A45 S 的感觉 这一个轮圈的设计专属 Golf R 而且非常的好看 我自己真的超喜欢这个设计 够简约 而且重点是你洗车的时候不会洗到要死 然后它配来的轮圈尺寸是 235 35 R19 35 非常的薄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而且它这个轮胎配的是 Wishton 的 Prodenza S 005 我不知道这个原厂在量产这两辆车之后 会不会同样配这个轮胎 不过这个轮胎整体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而且你注意到吗 蓝色的 R 刹车卡简 它有超级大的刹车盘 这两辆车不只跑得快 而且它也刹得快 所以这台车在下赛道的时候 你基本上应该不需要太担心这个刹车盘 因为过热 所以自动效果减弱 赛道机器就是不一样 我告诉你啦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 Golf 的车尾设计 不管是 Golf R 来 Golf GTI 还是 Golf R 这个车尾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个灯 这个 IQ 来的微灯 整体的视觉效果在它点亮之后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炫目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个视觉效果 你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晚上你遇到 Golf GTI 的话 这个灯是不是会让你多看两眼 然后 Golf R 呢 还配备了一个非常大的尾翼 来增加它这个高速的稳定性 然后下面也是有这个 Piano Black 的这个扰流 记得哦 PPF 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又要告诉大家一个升级的点 就是这个 Golf R CKD 呢 它原厂配来的是这个 Akra Provid 的排气管 可以去查一下 Akra Provid 的排气管 一套要到先 可是 Golf R 竟然原厂就给你这个 而且它的声音很好听 来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 然后接下来呢 Golf 的尾翼哦 开启在这边 这个 Logo 按下去 你就可以打开了 老实讲这个尾翼空间对于一般的小家庭来讲 还是够用的啦 所以 Golf R 有人讲它是热血爸爸车 是有它的理由在的 只是它后面并没有备胎 我们来看这个 Golf R 的内装设计 首先最好做的当然就是这个赛车铜椅 这个做下去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还有这个 Carbon Fiber 的材质 还有真皮材质 这个感觉就是很出色 然后还有点我要称赞的就是 这个 Golf R 的钥匙质感还是 OK 的 然后整个中控台的设计 如果我只是讲设计 设计我是喜欢的 够简约 但是使用起来啊 这个逻辑就没有这样好不好啦 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触控 它是没有实体按键的 基本上都是触控 所以在你开车的时候 你要去忙操作会有一点点问题在 然后很多人 Complaint 的这一个 Taring 的这个非实体按键 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 OK 的 这个设计我没有太多的 Complaint 我主要 Complaint 的是这边 不过呢 它的萤幕的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中间的这个全数位化仪表显示效果也 OK 可以显示的资讯非常的多 包括转速啊 油耗啊 油温啊 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然后正前方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这个抬头显示器同样可以显示很多车辆的资讯 包括你在驾驶的时候 一些车辆的那种 RPM 啊 等等都可以在那边显示 所以整体的战斗格调就很强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专属的 R Button 你按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显示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这辆车拥有 PLE 模式跟 Race 模式 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它就是完全为赛道所打造的 然后 这边有氛围灯 这边也有氛围灯 它的氛围灯呢 真的是灯条的 除了在中控台这边可以看到之外 门板都有 然后它的开关灯 同样的也是在这边一个小触控板这边控制 初次使用的话可能会不习惯 但是就是要去习惯哦 然后这边有一个功能 一般上我们把这个功能当作便利功能 可是我觉得对于 Golf R 这种小钢炮来讲呢 它是真的很重要 就是这个 记忆座椅功能 有时候当你setting好你的 sitting position 之后 你只要把它set好 之后别人开你的车没有关系 它们去调你的椅子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按回你的设定按键 它就可以调回你原本的驾驶座置了 所以这种我觉得对于这种钢炮车型 这个记忆座椅装置一定要配备 整体的感觉 我只能讲 Forcewagon 还是 Forcewagon 虽然讲你可能不喜欢它的使用逻辑 但是它的质感方面还是无可挑剔的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哦 我就刚才讲了 它是一辆热血八发车 你后面坐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我的身高是 180 亿 你看我坐在后面 我坐的比较直点 我的拳头还有差不多一个拳头的空位 我的头部还有一个拳头的空位 然后呢 这个前面的这个座椅呢 是我的标准坐姿 也还有一个拳头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没有像我那么高的话 坐下去还是舒服的 只是中间不能坐人啦 因为它是 Whole Motion 有一个传动轴吃掉的中间的位置 但是 这个冷气还是可以独立调整温度的 然后这个冷气从口的风量也还蛮大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蛮 Surprise 的就是这辆车 除了后座它拥有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之外 前座也是有 意思就是讲 如果你带你的 Baby 去兜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儿童安全座椅放在前面 然后你可以一面驾车 一面跟他讲话 但是这样是危险动作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啦 还有哦 就是如果你要把 Baby 放在前面的话 那么这个车气囊你记忆的一定要关掉 因为大部分的欧洲车 前面的这个副驾驶座 它的气囊是可以关闭的 然后我们再看回这个座椅的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吗 它这边也是有氛围灯的 而且呢 它在放置这个水杯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青色的氛围灯 这个主要是可以帮你照亮啦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其实 你不要看它只有这种单车的设计 其实整体的质感还是OK的 然后这个室内灯 它是没有 Button 的 你 Touch 一下 它就开了 看到吗 你 Touch 一下 它就开了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椅子 虽然你看它椅背好像有点直 但是其实做下去还OK的 如果你不要跑快的话 嗯 我相信坐后面的乘客要睡觉 还是已经有太大的问题了 我们讲完了它的基本配备跟升级的地方 那么现在就要讲到它的价格了 这辆车一开始CBO发布的时候 它的价位大概是三十五万七千令吉左右 然后之后涨到四十三万一千令吉 可是这个CKD的版本价格要多少呢? 原厂表示它的预计价格是三十三万到三十五万左右 也就是讲它的价格比起之前CBO的版本便宜了十万 而且重点是配备升级的还有这个ACRAPROVIT的排气围观 你觉得值不值得我可以告诉你 我很确定的是 这辆车现在的订单应该已经爆了的 所以你对这款车真的有兴趣的话 就要快点去展示清询问一下详情 我可以跟你担保这辆车一定爆款 以它的价格跟配备来讲 所以要订车就要赶快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既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